大家好 前面呢 我们已经对这个 发帖的整个过程呢 做了一个技术层面的分析 那么从这个开始呢 咱们就逐步的去把它给实现了 首先来看一看 怎么样使用加瓦发送Gate请求 那么我们呢 当然可以搜索这个关键字 在网上找到一些内容 那么大概有一些参考 那整个过程呢 我就先直接忽略掉了 我们直接打开Eclipse 那么上一次呢 咱们在做加瓦发送Facial的过程上 创建了一个项目啊 咱们直接在这个项目里边 再去创建原文件就可以了 src这个目录底下 咱们来去新建一个class 就叫做加瓦http handle 加瓦处理http整个过程 好我们呢 因为后边还会牵扯很多其他的一些这个处理 所以呢 把每一种处理呢 都放封装在一个方法当中 最后在闷寒书当中去调用它就可以了 咱们呢新建一个方法 叫sendget 发送get请求 那么用加瓦来发送get请求 用到的最关键的一个对象呢 叫做http urlconnection 主要是使用这个对象 那这个对象现在这边一写就有错误 那错误消息是什么原因啊 咱们来看一看 对象没有办法被解析成一个类型 因为呢我们还没有引入这个对象所对应的包 那么在前面引入啊 所有的跟网络相关的这个加瓦的包呢 都在在加瓦.net的这个包下面 好咱们引入进来了以后的话呢 再直接实力化一个对象 urlconnection 先设置它的为空 然后呢咱们直接再还会用到另外一个对象 叫url 那这个对象呢 主要就是来打开一个url地址 好实力化它 等于 url 后边呢跟的就是我们的一个url的地址 那这个地址从哪里来 我们可以在这边写死它 当然也可以呢把这个地址作为一个自负传参数传过来 好 我们呢直接把它作为一个参数传过来就可以了 好 那么这边呢 把这个地址给它 好 这样的话呢 咱们就完成了一个url对象的一个初始化 好 看看报什么错 没有处理的异常 好 所以呢 异常需要去捕获它 咱们呢把它们加在tran catch的区块里边 这边写错了 如果有异常的话呢 直接把异常和相应的跟踪信息全部打印出来就可以了 做一个最简单处理 好 这边这种黄线呢 是一个提示信息 表明呢 这两个对 这个对象呢 我们实力化了以后还从来没有用过它 这个暂时可以先互利不计 好 当我们实力化了这两个对象以后 接下来呢 就可以直接 让urlconnection这个对象呢 被真正去实力化了 我们使用url openconnection 直接呢 就可以打开这个 相当于呢 建立了一个连接 并且访问到了这个具体的url地址 那这边会有一个错误 错误告诉我们是什么意思啊 看一看 cannot convert fromurlconnection tohpurlconnection 原来是因为它们的类型不对 事实上htpurlconnection呢 它跟urlconnection呢 是一个负质的关系啊 那么我们现在要做的呢 就是从负对象转换成指对象 这个转换的过程呢 我们直接强制性转换就可以了 OK 如果是指对象呢 转换成负对象啊 那就不需要转换啊 它默认都是可以的 我们这边呢 做一个强制的转化 好 把它类型转换一下就可以 这样其实呢 我们的get请求就相当于 已经 这个连接已经建立 那接下来呢 我们只需要再 最终把这个 建立好的这个连接 最终啊 确认一下 不要用connect这个方法 表明呢 正式的去 开始把这个请求 正式发送出去 这样呢 其实整个get请求 就已经发送给服务器了 所以发送一个get请求啊 其实代码呢 就是这么几行 没有任何特别的地方 当然在这个发送get请求的 过程当中 我们呢 可能还会需要去设置一些 这个请求里边的发送参数 那么可以呢 直接使用 点set开头的这项一些 api set 连接的超市时间 设置缓存啊 设置输入输出等等啊 各种各样的 设置读的超市时间 设置请求的一些方法 设置请求的一些属性 有很多 比方说我们现在的话呢 就可以来设置一些超市的时间 或者说是否需要使用缓存啊 等等 设置几个属性 那相当于呢 其实就是强制的改变了 默认的这个请求的一个内容 我们的请求里边的一些 自断的内容呢 就是通过这几个set方法 来进行修改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直接可以 set连接的超市时间 那么单位的话呢 是毫秒 比方说我们设置为五千 也就是说如果这个连接在五千 这个五秒钟之内呢 还没有正常的成功 那么就放弃它了 就不用一直再尝试着去连接 即时的去释放这样一个资源 那还有呢 设置读的超市时间 比方说也是五千 当然这个我们根据定义自己去修改 但也别设置太长 设置太长就没有意义了 既然设为超市 就是说在这一点的时间之内 它没有搞定的话呢 咱们就放弃 不要一直占用这个连接资源 那么读的超市时间呢 还是相当于我们这个请求发出息以后 获取响应 如果五秒钟之内还没获取到响应呢 咱们呢就不再去读这个响应的内容了 当然可以稍微改大一点啊 比方说基本上十秒钟呢 个人感觉是一个相对 差不多的平均的这么一个时间 这边不设啊 当然也没有问题 就这些默认的一些参数 我们不去修改它也没有问题 但比方说如果我们不去设置超市时间 但凡网络上出现一些问题啊 我们会感受到就是这个应用程序 在运行的时候 像是办死机的状态 一点反应也没有 所以呢尽量把这个超市时间 设置是我们可接受的一个时间里面 我们呢还可以去设置它的一个缓存 比方说是否使用缓存 设置用的catch啊 一个布尔子 缓存或者处 我们可以设置它不使用缓存 同样的我们呢还可以去 我们的get请求 在前面分析的时候也给他讲过 请求里边我们还是需要去附加一些这个cookie cookie的字段 那么也可以通过这个set方法来完成 setrequest的property 设置请求的一些属性 那这边比如说我们就可以设置啊 这边注意是键值对应的cookie啊 表示那我们设置的这个值是对应的是一个cookie 然后对应的值是多少呢 x等于万啊 把这个cookie的键和值给它一起给它就可以了 好那这边呢 我们现在由于展示还不会用到很具体的cookie 所以这个我们就先备注 一会儿以后使用到的时候我们再去完善它 好这样一个请求呢 看上去就更加完整了啊 当然我们如果要去修改请求的其他的直端呢 直接啊掉用set的方法就可以了 其他的咱们就不再给大家去做演示 那么这个链接建立了以后 我们现在就可以马上来运行了 直接可以运行 显示捏画自己这个类 然后呢掉用我们的setget的方法 啊 剩的啊 剩的get 里边呢带我们的UI地址 比方说我们现在呢 就直接去访问百度的首页好了 好这样一个请求呢 就相当于可以成功发送了 现在来运行 看看啊有没有什么明显的问题 好运行已经完成了 但是我们的这个控制台里边什么都没有 因为这边本身我们并没有让它输出任何东西 那怎么来验证我们这个请求 到底对还是错呢 既然我们的请求已经发送出去了 毫无疑问 我们的验证方式就是看它的响应是不是我们想要的内容 所以我们还需要再去做另外一件事情 好这边给大家再背足一下啊 建议连接并发送请进第二步呢 我们就是要获取响应的内容 通过对响应的内容的输出 我们就来看 到底我们获取到的内容 是不是我们这个请求 UI地址对应的响应 好可以做一个确认啊 来验证咱们的请求有没有发送成功 当然在我们真正去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 你不一定啊 非得需要去获取到它的内容 这个请求本身已经发出去了 我们确认它已经发出去就可以了 获取到响应的内容呢 除非是我们真的有必要 比方说我们之前给大家这边分析过 我们本身要对响应里边的内容进行查找 那肯定需要去获取它的响应 如果只是为了把请求发出去 那么这下边的获取响应的这一部分 咱们呢就没必要非得要把它给输出出来 或者要去获取到了 好 那么获取响应的内容呢 我们需要使用到这个 Java里边的这个BufferReader 这样一个对象 把响应呢 把它放到缓存里边相当于 然后呢咱们再从缓存区里边去读取 好 把这个东西呢导进来 好 这里边呢 还需要带一个参数啊 你有这边 把用这个输输入流 作为缓存区读取这个对象的一个参数 好 那么这个input stream reader呢 里边我们同样还需要继续去给它设置参数 进行这个构造函数的建立 urlconnection.get input stream 获取到它的输入 其实就获取到响应 这这个方法其实就是获取到响应本身 好 后边呢再加一个参数就是我们的编码格式 百度首页的编码格式呢 我们先设置一下啊 gb2312看看能不能正常解析就行了 如果不行呢 我们再换成utf个杠拔试一试 好 这个过程现在分号结束 看看还有什么错误 bufferread不能用啊 这边也需要把它先导进来 buffer的啊少写了一个ed 这是刚书写的这个实物啊 没关系改过来就好了 好 这样呢 就通过这句话有点长啊 但是我们理解它的过程 先从这个输入流里边读 读了以后再把它放到缓冲区啊 其实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这个输入流读的是什么 读的是我们这个连接 这个请求本身啊 它的这个输入流 也就是我们响应发挥来的这样一个内容 好读取了以后呢 我们就需要把这个缓冲区的内容 一行一行呢 把它给输出出来 咱们呢可以定一个字符串 那先给它复控制 或者直接呢 让它 锐的那先读取一行 锐的那表示读取一行内容 读取一行内容呢 我们当然可以直接给它输出 但是它输出的只有一行 我们怎么样能够把它的这个所有的内容 全部给读出来呢 那需要使用到外要循环 while到什么时候结束 while到lan等于空为止 那么也就是呢 在lan不等于空的情况下 我们来循环 那循环的值呢 每一行我们使用bf.red呢 继续读取就可以了 读取的这个值 要么我们直接呢把它输出出来 要么我们把它呢 附给另外一个支付串都可以 比方说我们现在直接先输出看一看 先验证一下咱们这个过程啊 能否通创的运行 我们直接输出读取它的值 好来试一试 运行 好 全是浪 什么原因呢 因为我们这边代码啊 出了一个问题 这边浪读取了一次 然后呢 我们又是通过lan来判断的 但是后边呢 在循环里边 那就没有再读取了 所以这边呢 其实要加一行 lan点 lan等继续等于bf.red呢 那其实既然是这样的话 这边我们输出就不需要用bf.red呢 直接输出lan的内容就可以了 就循环一次 我们要读一行 循环一次要读一行 这样我们这个逻辑啊 循环的逻辑才是通畅的 读到什么时候为止呢 读到它等于空为止 好继续来运行 好我们就看到了啊 输出了一些相对正常一点的内容 那这是不是我们百度的原代码的内容呢 看一看啊 这边输出了一些东西 看上去挺像百度首页的内容 那么这个过程呢 其实因为我们本身对百度的原代码呢 并不是特别熟悉 一种方式呢 就是我们直接打开百度首页右键 看一看它的原代码和这个对比一下 但是我更推荐大家一种方式呢 就是我们用自己的服务器 用自己的原代码来确认这些东西 因为我们去访问别人的网站 还是那个问题 就是我们不知道它后台服务器端的一些处理方式 我们有些时候想验证一些东西 想去修改一些东西是没有办法的 好我们来简单确认一下吧 还是打开百度首页来看一看 它的原文件是不是这个样子的 确认一下咱们的Gate请求是OK的 好没有问题 这边有个百度一下你就知道 但我们在原代码里面好像没有看到 没有看到有中文的东西 事实上呢 这个乱码就是百度一下你就知道 我们来看看对应的位置 它是放在title的标签里边的 title的标签就这 乱码的问题 乱码的问题我们其实已经预留了一个伏笔 那证明了这个GB2312的编码它是不对的 那事实上百度到底是什么编码 其实我们从它的原文件里边是可以看得到的 通常这些声明呢就在前面几号 在这边啊 这个meta标签里边我们看到 它的支付串的这个编码格式 使用的是UTF-8 OK 那我们这边呢一定要改成对应的 UTF-8的编码格式来解析这些支付串 再来运行一次 好 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有点小 百度一下你就知道啊 这个已经正常的解析出来了 这是关于编码格式的问题 在这边呢也注意一下 咱们去发生的gate请求 无论get还是post的 一定要注意编码格式一定要跟目标网站的编码格式是匹配的 好 这样呢 通过这两步我们就可以清楚的知道怎么样来发送gate请求了 一方面是怎么样去发送 怎么样去修改请求的一些参数 那另外呢 我们再通过获取它的响应 那当然也了解一下怎么来获取这个响应 对这个请求呢 通过获取响应的方式对这个请求的成功 也做了一个验证 那么整个过程呢 就是这样 咱们 做几回练习啊 应该说就会非常熟练了 那么对里边的 这个 其他的一些这个方法 它的一个具体的使用方式呢 如果大家还有不明白的地方啊 直接去搜索就可以了 那关于java去发送gate请求这个 技术的演示啊 咱们就先到这儿